本章主要分享的是 常栏句找连接词的目的 其实我们在看到一个很常栏句的时候 最主要因为它的句子很长 我们先姑且不论 不论说它到底有多少介细词片 或者它有多少分子片 重点是它我们要确定 它到底这个句子有多长 那既然这个句子有多长 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句子的主要成分是谁 那当然针对次要成分的部分的时候 我们就给它删除 这个就是我们找连接词的目的 所以我们找到一个连接词 其实最主要就是确定说 这个连接词后面的 它这个完整句子到哪里结束 然后把它删除掉 我们就刚开始 我们对很多生词看不懂的时候 我们当然是要挑重点 那重点的另外一个方向 就是不是重点 那把不是重点划掉的话 基本上来讲 你对重点就可以更清楚的掌握 所以这是第一个重点 是目的是要为了删除它 那接着我们必须要判断说 这一段完不完整 那这一段完不完整的时候 如果它本身是一个完整 它就是基本上再加一个连接词 就代表说 它这个东西本身 它只是一个附带目的 相形之下 那我们今天来看它整个句子 其实这一句 没有连接词的句子 它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今天完整的部分 它就要连接词 那如果不完整的部分 那当然就不会有连接词 那既然是不完整 那当然也可以删除掉 那所以说我们其实完整不完整 是要能够确定说 它到底这一个 这一个子句到哪里结束 然后如果它是完整子句 它没有连接词 那基本上它就是最重要的那个句子 然后再来我们针对子句的部分 如果你想更进一步了解 子句基本上就分两种 我们可以说有人有一种说法 叫做时空的概念 就是说基本上针对地点 也就是说范围越说越小这种东西 基本上都是在所谓的 形容之子句的界定范围里面 也就是形容嘛 形容它范围越形容就越小 另外一个部分的时候 是时间的部分 强调的是一种 我们今天讲的就是一种判断 那判断的部分的时候 就是在什么情况之下 或在什么结果之前 或在什么结果之后 或者说相应比较起来 在时间的时间点 它跟哪一件事情做比较 或者说同样的一个行为 却产生不同的效果 那最后面我们讲说 也许这件事情跟过去的这件事情 跟现在这件事情 是可以很多事情是可以并列的 所以判断性的句子句 基本上有四种 一种就是因果 可能先你觉得原因是很重要 也有可能你觉得结果很重要 那第二种就是比较 第三个就是反讽 它不是什么反而是什么 就类似这样子 它并不是你所想的那样 其实是怎么样 这就是一种反讽 它就两个东西 它是有点对立 第三个部分我们今天讲的 就是所谓并列 接着部分的时候 当你确定找到一个 没有连接词的句子 找到没有连接词 因为它是最重要的重点 因为它没有连接词 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就必须要针对这个句子里面的一些 所谓不完整的成分的部分 然后进一步的把句子又缩小 那进一步把它缩小 举个例子来讲 像说 它可能我们那缩小它是什么意思 它就是要区分重要的跟不重要的 那重要东西有哪些 基本上大多数前面就是一个重要叫名词 它做主词用 那你必须要知道说 主词你才知道说 是谁发生这种事情 那第二个部分我们讲的动词 也可以说 区分重要的部分就是动词跟名词 大多数的句型 然后再来区分不重要的部分的时候 讲的就是所谓的形容词跟副词 那形容词副词 我们今天强调不是形容词单字 也不是形容词副词单字 我们今天强调的是一个 形容词功能的片语 那其实讲的就是所谓的分词 介细词 或插入语 那针对这个东西进一步删除 这个重要句子当中的最重要字 就整个浮现出来 那可能是两个字 也可能是三个字 也可能是四个字 那大体上就是在这个字数里面 那当然就好像说 你今天看到这个动词 你知道它是个不吉乎动词 那讲去哪 它重要字就只有两个 一个主词一个动词 在这种情况 那如果说假设必然 你今天知道它是个吉乎 或者说你相信 它后面可能还有一个不语修士 那如果是吉乎单纯 它就三个字 名词动词名词 那后面这个名词的时候 如果说今天讲是做不语使用 那它有可能是形容词 可是大体上还是所谓的名词 动词名词 所以各位要知道 其实你在解析常栏句的部分的时候 如果说你每个单字都很熟 那当然你整个顺序 你没有生词嘛 对你来讲没有困难 你没有必要去删这个句子 因为你很清楚 那当然也有一种可能 就是因为你每个句都懂 可是你的记忆力不足 为什么 因为每个字都懂 有四几个字的时候 它本身在你脑袋 还没有这种所谓句子的层次概念 那就把你搞混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 当你的能力有欠缺 记忆力可能也没那么强 或者我们单字可能没那么多 那辨识句子的技巧 就变得非常重要 感谢各位收听 更多英语有关的技巧 请各位参考 英语思维大突破这本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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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